这是2021年播出的一部关于上流社会的悬疑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顶级高校 故事开始 深夜的邮轮上 男人为女人带上钻截 并许下爱的誓言 然后两人深情地拥吻在一起 这一夜注定充满了激情与浪漫 可万万没想到 结束之后男人竟跳海自杀了 而这个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正是当事人 自从老公离世后 她便独自一人承担起了照顾儿子的众人 今天是以参参加入学面试的日子 殊不知 他们即将进入的这所学校 竟是整个韩国最顶尖的贵族学校 拥有一流的教学设备 一流的师资力量 最主要师生互动全程用英文交流 所以小孩的英语水平必须达到四级以上 出入这里的人也都是非富即贵 有顶尖财阀夫人 有国会议会夫人 还有地产大亨夫人 以及当红明星 唯独除了女主乳英 因为她不过是个刚刚离职的小律师 之所以会选择这所学校 完全是因为一张邀请函 不久前 儿子在学校里跟小朋友打架 对方母亲直接拿着商检报告闹到了学校 迫于无奈 乳英便让儿子倚灿跟同学道歉 可是倚灿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她才是受害者 只不过在正当防卫而已 然而学校的老师却一位偏袒霸凌者 得知真相的乳英 直接把老师及学生家长数落一顿后 霸气地带着儿子退学 之后又莫名收到冀州岛国际学校的邀请函 于是便稀里糊涂来到了这里 面试结束后 傅太太们聚在一起 开始了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他们并不在意孩子能在这里学到多少知识 重要的是能拥有一个顶级的交际权 毕竟毕业以后都是直接继承家族产业的 隔天面试成绩出来了 不被看好的倚灿被成功录取 明星车道英的儿子却被带定了 他立马不淡定了 儿子落榜简直丢死人了 财阀夫人南姐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候选名单自己明明都确认过的 通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是学校董事会临时决定 把原本属于车道英儿子的名额挤掉 车道英只得苦苦哀求南姐 在帮儿子搞一个名额 第二天贵妇们再次聚在一起 为孩子们举办入学仪式 这时南姐突然发现乳英竟也搬来了隔壁 于是她发动自己的人脉 查到了乳英之前不过只是一个律师 不知道和理事长是什么样的关系 正打来电话的时候 大儿子突然回到了家 明显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和睦 另一边 车道英的儿子也在南姐的运作下 成功加塞了进去 乳英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物品 她打来电话 有一个客人想和她合作 希望她能答应 而且方式也是自由契约 即使是这样乳英还是拒绝了 现在她只想一门心思放在儿子的身上 她看着一家人的合照陷入了深思 自从丈夫死了之后 她竟然发现老公帮她秘密买了一所房子 面对这些她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即使是这样 她还是和儿子搬到了冀州岛 闲暇时间他们会一块去骑脚踏车 到海边钓鱼 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画面转到飞机的头等舱 男姐和车道英的老公在上面碰到了彼此 他们这一次来是为了参加孩子们的开学仪式 此时乳英也换上了晚礼服 宴会正式的开始 乳英友好的和男姐打了一个招呼 接下来他们的子女都在同一个班 希望以后多多地照顾 而车道英这个时候却发出了疑问 询问她和李市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听说她的背景特别地厉害 乳英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男姐也直接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她儿子的加入直接挤走了车道英孩子的名额 听到这个 乳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但是男姐不管这么多 希望大家以后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然而宴会上有个女人看到乳英后十分震惊 她告诉身边的男姐这个女人可来头不小 两个人说起了悄悄话 而当男姐听到之后却十分地震惊 原来乳英的儿子乙灿就是之前在江南地区打架事件的当事人 现在竟然来到这么高级的学校 接着女人威胁乳英 她可以当场说出乙灿打架的事 听到这个乳英不甘示弱 叫她消停一点 听说你老公是知名的检察官 前段时间爆出了检察官骚扰后辈的新闻 现在还在接受着调查 她想说那就说吧 反正我有更大的瓜可以报 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女人再也受不了了 直接当着所有人面大喊 杀死丈夫的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听到这个所有的嘉宾全场哗然 然而这个时候突然不知道哪一个人在那边轻声地说起 说乳英是个杀人犯 但即使这样乳英还是强装镇定离开了会场 故事要回到丈夫去世的那天晚上 当乳英从游艇上苏醒的时候发现丈夫已经跳入了大海 他的丈夫是有名的投资合作人 诈骗了很多富豪几百亿后跳海去世 但是尸体现在还没有找到 画面转到乙灿这边 此时他正和同学在校园里面玩躲猫猫 当他来到洗手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什么 发出了一声惨叫 孩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躲进了旁边的储物阁 然而此时突然有一个人直接锁上了门 其他的同学都已经集合好 对他的失踪全然不知 而乙灿却一直在储物阁里面求救着 乳英此时也开始慌了 他突然发现自己找不到孩子 开始疯狂地在校园里面寻找 他路过储物阁的时候似乎听到了孩子的叫声 正准备打开时却发现需要密码 于是他马上拿下了高跟鞋疯狂的敲击 终于打开的锁看到了儿子 乙灿也被吓得够呛 乳英正准备带孩子回家的时候 突然抬头看到在玻璃上写着欢迎到来 乳英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底是谁要这么做 费尽千辛万苦把他指引来这所学校的目的又是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身为母亲的他不会善罢甘休 在大雨中 他正要把儿子带上车 却发现车要是不知道丢去哪里 正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个女人开着车出现在他的面前 好心地为他打起了一把伞 女人还贴心地把他们送回了家 乳英哄好了儿子之后 整个人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刚刚别人帮助了他 他竟然忘记问对方的名字 惊魂未定地回忆起刚刚儿子被锁在储物阁 上面还有欢迎到来的字样 还有人在新生宴会上说 他是杀害他老公的凶手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第二天 乳英早早地起床做好了早餐 原本想劝儿子休息一天 但是孩子却并不同意 妈妈问他昨天他进入到储物阁的时候 记不记得见过谁 然而孩子太害怕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小朋友被锁到储物阁的事 很快在妈妈群里面发酵开来 他们纷纷对乳英指指点点 乳英则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再次来到了那个储物阁 却发现欢迎到来的那个字样 已经被人擦掉 意外地在旁边的花盆 捡到了一个发卡 发现走廊上有监视 应该会拍到点什么 然而车道英这个时候在走廊看到了他 原本想上前和他说话 却停止了脚步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乙灿在和同学躲猫猫 意外地闯进了女生的洗手间 在打开厕所门的时候 看到了车道英正在和其他男人接吻 当时他一直追赶着乙灿 乙灿慌忙之下才躲进了储物阁 然而当时有一个白色指甲的女人锁上了锁 这件事情车道英似乎知道点什么 乳英此时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他想确认一下监控有没有拍到 校长却谎称那个地方有一个柱子 后面刚好是盲区 什么都没有拍到 乳英心有余悸 他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像是有人故意为之 听到这个校长笑了 觉得是他多虑了 并且向他保证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 乳英还是不放心 他再次来到监控室查看了所有的监控画面 发现那个地方果然是监控盲区 然而此时学校的理事长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和他打招呼 对于这次的事件他深感抱歉 还表示之后一定会追加监视录影器的数量 而理事长这个时候也说出了其中缘由 原本乳英的老公和这所学校之间 是有着特殊的缘分 曾经密切地关怀支持过他们 而那个邀请函也是理事长发出来的 这也是完成他先生的遗愿 理事长曾经默默地观察过他的儿子 感觉很有潜力 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就是从这所学校的成立捐赠投资 他的老公都有参与 听到对方这么说 乳英瞬间觉得有些许迷茫 到底老公死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当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学校的老师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老师看了乙灿的英文成绩 发现他在这个学校的平均分译下 希望他能够找一个好的老师补习 乳英觉得疑惑 学校不是不允许个人补习的吗 听到这个老师瞬间话锋一转 让他可以研究一下其他的提高方式 或者加入家长群 看看其他的妈妈是怎么做的 老师还表示他们这个学校 还有一个互助方式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互助生 而乙灿的互助生就是黄才人同学 接踵而来发生了这么多事 乳英独自一个人来到海边想走走 却意外地被海水浸湿了裤腿 然而这是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热情地拿了毛巾给他 男人还想邀请他一块冲浪 却被他委婉地拒绝 此时乳英收到了才人妈妈的短信 于是他恳请对方把他拉进妈妈群里 另一边的车道英和男姐发现乳英进了妈妈群 车道英很讨厌他 男姐安慰他不要慌 一个如此平凡的律师 怎么可能在他们这个妇人堆里面站稳脚跟 到时候肯定会知难而退 连日以来发生了太多烦心的事 乳英正想听听音乐放松的时候 意外地在唱片机的桌子下发现了一部手机 打开之后竟然是老公的屏保 但是输入密码却不对 此时儿子表示他想在明天邀请同学来家里玩 于是乳英主动地在群里面发出邀请 但是其他人纷纷以明天有事为借口拒绝 与此同时男姐已经帮女儿找好了旅行车 邀请其他同学明天过来 然而他的宝贝女儿请了私教 每天都在家里面帮他恶补英文 男姐警告老师一定要对这件事情严格地保密 到了第二天 乳英接到了物馆的电话 让他过来这里拿公共设施的门禁卡 打扫阿姨这个时候神神叨叨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孩子带来这个地狱 物馆经理也觉得奇怪 以灿老公买下了这个房子 但是当时他老公带过来这里的女人似乎不是他 乳英拿着老公的手机过来解锁 却发现并没有办法解开 无视的他准备四处逛逛 在一家户外的用品店里面又碰到了海边的那个男人 他以为男人是这里的老板 不过只是一个简单的客人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买了一些冲浪设备 准备回头带儿子去海边玩 以灿下课后乳英过来接他 却发现儿子闷闷不乐的 原来男姐邀请了全班同学到自家酒店吃甜品 却唯独落下了以灿 因为在他们眼中 穷人家的孩子是不配和他们一起玩的 看着儿子伤心失落的模样 乳英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此时才人妈妈主动发来的游戏邀请 看到对方的瞬间乳英惊讶不已 原来他就是那天晚上送他们母子二人回家的女人 女人名叫奈允 就这样以灿终于在陌生的学校交到了第一个好朋友 看着两位妈妈离去的背影 贵妇们满脸不屑 所以自然少不了在背后嚼舌根 据说这个才人妈妈半年前刚从乡党回来 而且在那边开了一家画廊非常有钱 可是却从没有人见过他老公 而另一边 以灿与才人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两位妈妈也非常投缘 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很晚了 乳英慌忙起身准备带儿子离开 手机却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看着屏幕上乳英老公的照片 内云脸上立马露出了不自在的神情 第二天班级里 车道英的儿子带来了昂贵的无人机 在同学面前出尽了风头 以灿也非常想玩 于是趁着大家吃午饭时 提前离开回到了教室 随后便有同学看到 以灿独自一人站在摔坏的无人机前 于是便认定就是他做的 之后这件事情还被闹到了校长办公室 面对同学的指责 以灿却说不是自己做的 车道英立马开始了人身攻击 说以灿在之前的学校就有暴力倾向 一时之间双方家长剑拔弩张 就在此时内云带着女儿财人走了进来 说无人机不是以灿摔坏的 原来午饭过后 财人跑回教室偷玩无人机时 被以灿撞了个正着 惊慌失措下摔坏了无人机 然后害怕地跑开了 由于是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以灿才不肯揭发对方 事情的真相终于大摆 但归根结底 带昂贵玩具到学校本身就是违反校规的 所以一并受到了校长训斥 回到家后 乳英突然收到了一束精美的鲜花 卡片上写着 你不是一个人 乳英立马想到是财人妈妈送的 于是打电话表示感谢 结果却被告知不是对方送的 这时乳英突然注意到卡片的背面 写着我在看着你 随后老公的手机也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回家杀人犯送乳英 看到这一幕他吓到了 自从那晚老公死了之后 他就被带到了警察局 他的老公是知名的投资公司的总裁 因为涉嫌基金造假而接受内部调查 现在竟然离奇地死亡 刑警询问乳英之不知道这一切 对于老公做的事情 乳英表示毫不知情 作为一名律师 刑警没有找到突破口 于是马上转移话题 于是问他老公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要回到老公遇害的那天晚上 他们上了游艇之后 乳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 老公的事业出现了状况 希望老公能够如是告诉自己 然而对方却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谎称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自己解决 求求老婆给他一点时间 到时候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他 然而当乳英再次从游艇苏醒 却发现老公不在身边 他下意识地来到了船舱 搜索了整条船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 到了第二天 海洋警察在海面上发现了他老公的衬衫 而尸体却一直没有找到 当他走出警察局 却被认为是杀夫的凶手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噩耗 他孤单地回到家 整个人悲痛欲绝 他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老公要选择自杀 后来他和儿子为老公举办了没有遗体的丧礼 搬到了冀州岛 时间回到现在 杂志封面车道英的同款发卡引起了乳英的注意 因为他曾在事故现场捡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发卡 也就是说那天把儿子锁尽储物柜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想到这一连串的事情 他不禁地后背发凉 首先他再次打去了快递公司 那边并没有登记邮递包裹的姓名 但是却意外地得知这个包裹是在冀州岛发出的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秘密地隐藏在他的身边 他马上打电话给已经辞职的律师事务所 拜托同事现在帮他找一个私家侦探 处理完所有的一切后 乳英把儿子送到了学校 正在发愁要帮儿子报个什么样兴趣班时 又再次碰到海边的那个男人 过度的巧合让乳英认为男人是一个跟踪狂 而男人友好的和他儿子打起了招呼 乳英这才得知 原来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儿子的体育老师 名叫丹尼 此时乳英收到律师那边的回复 把一个电话号码发给了他 听说侦探姓武正准备打过去的时候 一个男人和他打了招呼 男人是乳英在首尔认识的一个厨师 这个厨师竟然和车道英一块开了这家餐厅 乳英也在餐厅里碰到了车道英 他主动出击找了过去 直接从包包里面拿出了那个发甲 质问他这个是不是他的车 车道英神色慌张 说自己似乎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问他到底想问什么 乳英也开门见山 问他认不认识自己老公安代表 听到这个车道英觉得莫名其妙 眼见对方似乎什么都不想说 乳英只好先行离开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闺蜜奈云 奈云很确定这个发甲就是车道英的 但是他们好奇为什么车道英要把孩子锁在储物阁 即使心中有很多的疑问无法解开 而奈云给他递过了一杯带着咖啡的酒精 两个女生愉快地在海边聊起了天 奈云说他出生在冀州岛 后来才去到了香港 这次回来只是想活下去 而对于这其中的理由他并没有进行解释 并且谎称自己的老公现在在外面做着生意 一年也见不到几次 眼见奈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两个女人的友谊又再次地加深 并且邀请两家的孩子一块参加共同的兴趣班 而其他的贵妇妈妈们此时也在为兴趣班发愁 而男姐帮孩子报了冰球 画面转到丹妮这边 此时她来到了理事长办公室 理事长提醒她 现在让她一个毫无经验的老师入住这个学校 请她时刻紧接来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冰球项目上面的那些妈妈们 此时内允和乳因来到了冰球馆 他们这次也准备参加这个项目 而他们的教练正是丹妮 报好了名后 两个小朋友相约共同去以参加里面玩 丹妮正在冰球馆里面整理着自己的装备 突然来了一个西装男拿了一份礼物给他 当他打开发现是一双崭新的球鞋 正疑或是谁送过来的时候 男姐马上给他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这个只是小小的礼物请他收下 同时他觉得在冰球队里面 有一些不符合水准的孩子让他有些许的担心 他很期待教练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而此时内允也来到乳因家 当他进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自顾自地拿起了乳因家的全家福 而且神情略带忧伤 还意外地打破了相框 到了晚上 乳因刚刚送走了他 正转身时又碰到那个神神叨叨的亲戚阿姨 阿姨提醒他 他刚刚搬过来 这些家具不能丢在门口 而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奇怪的话 他们家来了不该来的人 这让乳因一联猛 突然那个私家侦探给他发来的短信 私家侦探很是神秘 他只愿意和乳因进行短信沟通 并且叫他提前支付50%的委托费 同时不可退款 乳因看着桌子上车道英拍的那个广告 告诉侦探 他希望查一下车道英和自己老公之间是否有什么交集 还有就是在开学仪式上车道英的行动轨迹 以及是谁给他送来的花 乳因再次拿起了老公的手机 输入了印象中的密码 还是依然解不开 到了学习冰球的时候 车道英的儿子处处在球场上欺负着一餐 然而财人却在球场上一把把男姐的女儿推倒在地 看到这个状况男姐马上上前安慰 车道英要求教练把他们这两个小孩赶出冰球队 然而乳因也不服输 是他们的孩子犯规在先 才会引发这次的事件 之后男姐单独找到了丹妮开始大发飙 她希望把那些水准低下的孩子们淘汰 听到这个丹妮有些不爽 让谁出去冰球队是她的权限 她希望男姐不要越解 直接把那双球鞋还给了她 她平常都是去旁边的超市买球鞋 穿不惯这种高级货 男姐希望教练好好地想一想 现在她要站到哪一边 接着男姐找到了乳因 告诉她像冰球这种活动 如果不熟练的话 就像摆了一个定时炸弹在她的女儿身边 到时候受苦的只是孩子们 她希望乳因为了这个团队好好地管管自己的孩子 以灿此时告诉妈妈 其实她很喜欢冰球 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队里面 她向妈妈保证 以后如果有人欺负她 她不会再还手了 看到儿子这么说 乳因心里很不好受 此时丹妮也默默地出现 表示以后会多加强乙灿的冰球训练 而男姐这边想要学校解散这个冰球队 重新再换一个体育老师 反正以她的财力轻而易举 另一边 侦探给乳因发来的短信 告诉她车道英曾经在八年前 担任过她老公公司的产品模特 同时发来了她儿子当天被关到储物阁的视频 视频里车道英正在学校里疯狂地追着乙灿 这更加证实了乳因心中的猜想 她再也坐不住了 当即冲出了家门 恰好看到车道英驾车离去 于是乳因便紧随其后 来到了一处豪宅内 万万没想到 竟在这里看到了车道英偷情的一幕 随后在乳因的逼问下 车道英终于说出了当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她与餐厅主厨在卫生间偷情 被乙灿发现 恼羞成怒的车道英便追着乙灿想给她点教训 可最后却更丢了 至于乳因收到的神秘短信鲜花什么的 根本不是她做的 就在此时车道英儿子打来电话 说爸爸被警察抓走了 得知消息的车道英匆忙离开了 随后乳因也一同跟了过去 发现车道英儿子独自一人站在外面 等爸爸妈妈回家 乳因暖心地安慰着她并让她回房睡觉 原来车道英的丈夫涉嫌非法性交易被关进了局子 不愧是夫妻俩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作为律师的乳因及时出现 主动要求成为车道英的代理律师 帮忙保释她老公 车道英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二人从第一次见面起就互相看不顺眼 这是乳因拿出了车道英追赶已参的监控视频 再加上她婚内出轨以及老公非法性交易 这些事情一旦被曝光 她的明星路算是彻底断送了 遭到威胁的车道英只好乖乖妥协 乳因趁机询问她与自己老公安志龙的关系 车道英表示两人因为工作的缘故 在派对上见过一面不是很熟 乳因直接抢走车道英的手机 发现上面果然有老公的联系方式 无奈之下车道英只好说出了事情 乳因老公其实和男姐走得非常近 作为财阀夫人的男姐需要投资 而安志龙又是出了名的投资鬼才 所以二人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车道英现在说出了事情 直接签下了委任律师的合同 来到看守所和老公见了面 车道英看着橘子里的老公愤怒不已 当场提出了离婚 可男人的话却让她无言以对 因为结婚八年来 拥有明星梦的妻子从未挣过一分钱 并且丈夫每月还要给她三零万生活费 如果离婚了她将一无所有 甚至连自己和儿子都养活不起 听到这女人只能愤怒地转身离去 让丈夫在橘子里多待上几天 回去的路上车道英向乳因道歉 说那天的事情确实是自己的错 但作为一个妈妈 她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情 那么把以灿锁进储物阁的人 到底会是谁呢 乳因只能暂时把目标 转移到了财阀夫人男姐身上 她发短信给私家侦探 要求对男姐秘密展开了调查 另一边 男姐要求冰球教练换掉 重新组织一个新的球队 然而学校的理事长因为此事出面了 她和其他妈妈被理事长叫来了办公室 车道英八面玲珑 看到理事长马上掉转了枪头 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 理事长也言辞正合 希望各位妈妈以后能够和谐地相处 车道英一出来就向男姐道歉 男姐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警告她如果继续这样胡搞影响她的利益 她也不保证到时候会不会对付她 她直接发动了自己的人脉 打电话给先前车道英要参加的综艺节目 叫他们临时把她撤了下来 凡是得罪她的人都不会放过 而丹妮这边也向如荫示好 她决定以后多加强乙灿的冰球训练 两个人的关系也日渐融洽 在走的时候告诉如荫 如果以后有时间他们俩一块可以去冲浪 画面转到内韵这边 她带着女儿来到海鲜市场 然而女儿突然跑到了市场外 看到清洁大婶正在包着海鲜 大婶看到才人很是喜欢 觉得长得好像她的女儿 然而当内韵和大婶对视之后却神情慌张 隔天学校里准备为孩子们举办一天一夜的录音活动 以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意识 按照传统 学校当天还会召开慈善意卖会 一向被排挤在外的乳音也主动提出想要参与其中 随后在才人妈妈的带领下 二人一起来到菜市场挑选食材 亲手为孩子们制作点心 殊不知自己准备的东西 根本入不了财阀夫人南姐的法眼 连看都没看就被人家扔掉了 但是以燦和才人的书包里却还有一份 当二人吃得津津有味时 恰好被南姐的女儿看到 才人礼貌地分给了她一款 虽然小女孩满脸不屑 可那味道却着实惊艳到了她 随后几个小吃货便满会场寻找同款点心 与此同事拍卖会现场也出了件奇葩事情 家长拿来义卖的名牌包包 居然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一个是乳音的 一个是车道音的 但其中一位眼尖的贵妇却一眼就看出有一个是假的 这种场合居然拿假货应付 肯定会让家长以及小孩在学校里永远抬不起头 车道音立马抢过真包 说这个才是自己拿来的 于是南姐便把矛头对准了乳音 乳音却只是笑着说 那包包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 肯定不会有假 就在气氛陷入尴尬之时 一向和乳音交好的内云主动买下了两个包包打了圆场 南姐也不好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 随后内云来到无人的角落 打开真包 发现里面装着一张卡片 内云顿时满脸不悦 匆匆将卡片撕碎 然后将包包扔在了垃圾桶上 便转身离开了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一个小男孩慌忙跑过来说 南姐的女儿出事了 此时的她正在垃圾桶堂疯狂进食 南姐立马带着女儿来到了保健室 原来小女孩患有过敏性皮肤病 不能摄入过多的糖分 但医生却表示孩子目前并没有出现过敏反应 因为这些症状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消失 所以家长平时不要太严格控制孩子的饮食 以避免出现这种报复性进食的现象 可即使如此 南姐心中的怒火还是无法消除 狠狠一巴掌打在了如莹脸上 责怪她不该带这种垃圾到学校里 并且放下狠话 一定会让她跟她的儿子在学校里消失 两位妈妈的战争正式打响 如莹出门时发现丹妮在门口等她 还贴心地给她拿了冰镇的饮料叫她笑一下主 告诉她如果想哭的话可以放肆大胆地哭 如莹找到了自己的好闺蜜 觉得自己是不是疯了 看到女人都觉得和她老公有点什么样的关系 她很不喜欢这样 不应该怀疑自己已经过世的老公 庆幸内云能够一直陪着她 让奈云也分享下自己的故事 奈云却开始言辞闪烁 问起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在生活中有没有想过让一个人去死 听到这个如莹开起了玩笑 现在她不就成为了杀死她老公的女人了吗 奈云反问了一句真的是你杀的吗 如莹没有直接否认 内云开始自顾自地说起她也有一个想杀死的人 画面转到南姐这边 她此时把学校的理事长约了出来 不明白理事长为什么要留如莹在这个学校 理事长说她想完成如莹老公生前的心愿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即使南姐现在很不开心 但是理事长却警告她 不管是如莹的老公还是他们还是整个财团 都在一条船上 现在他们需要的就是那个女人 请她相信耐心地等待 此时内云来到如莹家 看到如莹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于是她来到更衣间 偷偷穿上了如莹的礼服 原来这件衣服她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在孩子开学典礼当天 看到如莹的那一瞬间 她就对眼前这个女人充满了敌意 于是在孩子玩捉迷藏时 偷偷将如莹的儿子以探索进了储物柜中 时间回到现在 奈允悄悄拿了沙发上的枕头 正准备闷死她的时候 如莹突然苏醒 她只好就此作罢 但是她不会放过眼前的这个女人 下令营中 才人看着以探全家福中的男人 不自觉地叫出了爸爸的名字 而且如莹一直都没能解锁的那部手机 也被才人轻而易举地打开 随后才人拿着手机找到体育老师丹尼 问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自己的爸爸可以是好朋友的爸爸吗 丹尼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于是没有过多的解释 得知才人非常想念爸爸 丹尼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说她从小就是个孤儿 不过每当想念爸爸妈妈的时候 就会把手放在胸口 并且想象着他们最美的模样 这样就能在梦中与爸爸妈妈相见了 才人就这样捂着胸口甜甜地睡着了 但是当丹尼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后 却陷入了沉思 如莹这边没有闲着 她接到了私家侦探这段时间调查的结果 男姐从2013年起就投资了 她老公成立的基金会 看来这两个人的交集已经慢慢地找了出来 她叫私家侦探好好地顺着这条线索调查 突然想起老公的手机 却怎么都找不到 问起儿子有没有看到 以参心虚地说没有 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翻找起了书包 另一边 以男姐为首的贵妇们正在商量着 如何把乳因和她的儿子赶走 他们早就看乳因不顺眼了 毕竟这种贵族学校 根本不是穷人该来的地方 所以男姐准备说服所有家长签名 共同向学校发起申请让以参退学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向与乳因交好的耐隐竟是第一个签名的人 原来耐隐收集了安置龙自杀的新闻报道 他很确定杀人犯就是乳因 从夏令营回来的财人 向妈妈说起了自己在以参全家福上看到爸爸的事情 得知这个秘密已经瞒不住了 耐隐只好嘱咐女儿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与此同时 带着儿子回家的乳因突然接到了学校李市长的电话 说学生家长们正在联名上诉让以参退学 希望他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李市长打完电话后 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他身边 他们认为乳因的老公背负着一切离奇死亡 如果乳因知道一些什么的话 至少也可以挽回财团的损失 神秘男开始出起了主意 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地从香港拿到一些投资 但是李市长却坚决地拒绝了 另一边乳因就在马路上看到了受伤的清洁大婶 善良的乳因立马把他送到了医院 得知肇事者已经逃逸 乳因建议立马去警局报案 可是大妈却死活不愿意 因为她知道对方是得罪不起的人 两人推丧之时一张学生证掉在了地上 乳因震惊不已 原来是男姐的大儿子 随后他立马返回了事故现场 果然找到一块机车碎片 而男姐为了帮儿子洗清罪名 此刻已经命令秘书连夜将肇事工具处理掉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乳因看到 通过对比 剥落的碎片果然出自同一辆机车 镜头一转来到第二天的家长投票大会上 此时乳因是所有家长的攻击对象 他们一直联名要把他以及他的儿子赶出学校 可万万没想到 学校理事长竟当众宣布 宋乳因为学校法律咨询委员 在场所有人震惊不已 随后男姐主动站起身 说是自己推荐宋乳因担任此职位的 听到这所有人更是一头雾水 因为最想让宋乳因儿子退学的人就是他 原来乳因抓住了男姐大儿子的把柄 直接拿着学生证以及机车碎片找上了门 遭到威胁的男姐只好乖乖妥协 并答应以后不会再找他们母子二人的麻烦 走出会议大厅后 乳因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 就在乳因疑惑不解时 儿子折的纸飞机掉在了地上 打开一看竟是全体家长签名的退学申请书 而自己的好友内云竟也在其中 恰好此时内云主动走过来打招呼 看着眼前的女人乳因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这边 她进入到一个房间 打开了储物格的柜子 里面全部都是乳因的照片 乳因失踪的手机也在她的手里 当男人关上门 出现在眼前的竟然就是体育老师丹尼 而另一边几位贵妇正聚在一起嚼舌根 对于男姐突然反水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 然而男姐并没有进行过多解释 只是说兔子逼急了会咬人 她只是不想遭到小人报复 但混迹贵妇圈已久的车道音并不傻 立马就猜到她肯定被宋乳因抓到了什么把柄 第二天乳因拿着家长签名书再次找到了男姐 质问她是不是逼迫内云在上面签字 男姐却表示她是自愿的 并且劝告她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乳因却觉得她是在挑拨理解 然后直接把签名书撕掉 可回到家撕钱想后 又觉得很多事情都对不上 本想打电话给内云亲自问问清楚 又觉得她或许是有什么苦衷 另一边财人此时找到了体育老师 询问起在夏令营的那一天 她丢失了一个手机 她有没有看到 老师从口袋里面拿了出来 丹尼已经发现这个手机并不是她的 得知是已灿的 和财人商量把它还给原有的主人 而关于财人拿走她手机的事她会保密 两个人相互拉了勾勾 这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 隔天早上 乳因应邀来到了男姐的餐厅用餐 没想到一向不喜欢与贵妇打交道的内云竟也在其中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看来这是男姐亲自设的局 饭吃到一半内云和男姐先后离开 乳因立马察觉出了不对劲 紧随其后来到了卫生间 居然亲耳听到内云在男姐面前 极力否认了她与自己的好友关系 乳因越想越生气 直接拨通了内云的电话 恰好此时内云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可她明明看到了乳因的来电却直接挂掉了 乳因回到家哄完儿子睡觉 正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看了看手机才反应过来 今天她和丹妮曾约定要教儿子学习冰球 她马上来到了现场 发现老师还在等着她 连忙开始道歉 而丹妮此时直接把她老公的手机还给了她 告诉她是以参加夏令营的时候调的 丹妮已经明显地察觉到她的一样 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乳因说起自己有一个好朋友欺骗了她 心里面有些许的难过 但是如果她继续追究的话 将会失去那个朋友 现在她有点进退两难 丹妮开导她谎言终究会被拆穿 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那个朋友值不值得交 听到对方的这番话 乳因瞬间豁然开朗 画面转到内云这边 她此时独自一人看着自己的全家福 原来她是乳因老公在香港包养的情妇 当时她看到新闻说老公死了 而且还卷入到经济的案件 整个人伤心地哭了起来 后来她和女儿来到了韩国 找到了这所学校的理事长 她不相信自己的老公就这么死了 理事长提醒她 她的身份不能曝光 以后她必须谨言慎行 但是内云却并不愿意 她决定独自调查老公死亡的案件 她的心中确认乳因就是那个杀人犯 而她的复仇也没有结束 直接从首饰盒里面拿起了那个戒指戴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 乳因来到了学校 正准备正式地担任这里的法律顾问 然而理事长旁边的那个神秘男人 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和他打招呼 他叫做埃利克斯 是这个学校的财务总监 但是乳因看到他的时候 却觉得他有些许的眼熟 之后乳因又接到了 以前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他这边有一个老顾客 一直想找他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情 但是乳因现在实在太忙 完全不想接受其他的案子 问起那边事务所的代表 先前介绍给他的那个私家侦探 他们有没有共识过 然而乳因所有的通话 全部被丹妮这边秘密地监听着 到现在为止 他还不知道自己找的那个私家侦探 其实就是丹妮 此时拿到了所有学生的家庭资料 翻到了内云的时候 发现是一所画廊的老板 而且内云在香港开设的画廊 竟然与自己的丈夫有着某种联系 鬼使神差的乳因拿出老公遗留的手机 并输入了才人的生日 万万没想到竟真的打开了 相册中那一张张幸福的三口之家照片 更是让乳因震惊到说不出话 此刻他才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 竟是丈夫的小三 乳因当即驱车来到了内云的画廊 看着那醒目的一家三口作品 乳因瞬间怒火中烧 直接把画拿了下来 开始疯狂地踩在脚下 做完这一切后 他来到学校接走了儿子与财人 得知女儿在乳因手上 奈云立马找了过去 没想到曾经要好的闺蜜 此刻竟变得水火不容 乳因让内云带着女儿离开冀州岛 永远从他眼前消失 但内云却说该走的人是他 抢走别人丈夫的人也是他 因为他的女儿比乳因的儿子更早出生 听到这乳因整个人都傻了 特别是看到奈云与自己的同款婚戒 瞬间心如刀割 就在此时两个孩子手牵手跑过来 两位妈妈只能擦干眼泪 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是走出画廊后 乳因却以私闯民宅 恶意损坏他人财物被抓进了局子 不过这点小事对于律师乳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回到家的乳因撕碎了书房的画作 烧毁了老公送的礼服 为了儿子他绝不会再坐以待毙了 隔天两个女人再次在学校见面 瞬间火药失足 而这戏剧性的一幕 恰好被车道英和男姐看到 因此猜测这两个女人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男姐虽然表面上一脸不在乎 但暗地里却对此进行了调查 乳因此时又再次来到小区物馆经理这边 上次经理不是说过第一次来看房的人并不是他 他直接从手机里面拿出了内隐的照片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 旁边的清洁大婶突然神情紧张 然而当他回到家 已经收到事务所寄给他老公案件的所有的资料了 画面转到男姐这边 他此时正看着自己女儿在客厅拉着小提琴 但是总是有错误 女儿有些许的不满 她其实练习得挺好 但是只要裁人在她的身边就会影响到她 她不想和那个女孩一块拉琴 听到这个男姐有了自己的想法 外婆再过不久会亲自过来看孙女的表演 这是她们好好表现的机会 男姐告诉女儿她要好好地练习 她一定会独揍的 接着男姐找到了乳因 并说出了让内隐女儿裁人退学的想法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男姐相信乳因一定会和自己联手的 可随后男姐的提议却遭到了学校理事长的拒绝 说学校开除谁都是学校的事情 希望她不要再进行干涉 然而男姐这么要强的女人怎么肯善罢甘休 她轻描淡写地说道 自己的秘书几天前亲自去了趟香港 发现安志龙之前经常出入一家俱乐部 而那家店的老板娘似乎与理事长有几分相像 所以说诈骗独职贿赂这些罪名被坐实的话 估计很难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了 男姐没想到乳因的老公把这样一个女人 扶到了学校理事长的位置 如果理事会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他们财团投资的钱也会被撤回 叫理事长安静地按照他说的去做 至少现在可以保住这个位置 理事长已经充分感觉到对方的恶意 两个女人差点要打起来 这所有的一切全部被乳因在门外听到了耳里 理事长也已经发现了她 乳因没有拐弯抹角 问理事长把自己儿子安排在这所学校 是不是她老公的意思 她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男姐的投资 以及她还有财团这些东西肯定有着某种联系 理事长暂时稳住了她 等明天活动结束之后再聊 丹妮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决定撂挑子不干了 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 她知道学校的水实在太深了 搞不好就会把自己掉进去 临走之时 她向学校理事长递交了辞呈 结果却被对方直接撕碎了 不过丹妮也不傻 为了能顺利脱身 她提前摸清了理事长的所有底细 听到此话的理事长嘴角止不住地抽搐 可是却又无可奈何 画面转到音乐教室这边 一个人直接拿走了才人的小提琴 疯狂地在地上摔了起来 奈允和男姐在后台吵了起来 奈允表示自己的女儿今天一定要上台 两人正剑拔弩张的时候 孩子们跑到了她的身边 说才人出事了 原来才人看到自己小提琴 被砸烂整个人崩溃 直接晕倒住进了医务室 妈妈急冲冲地找到了男姐 她没想到对方如此地恶毒 把孩子的乐器都砸烂了 而男姐却觉得莫名其妙 在这个地方又不是她一个人讨厌她 她自己去想一想 会不会有其他人做了这些事 宴会正式地开始 理事长上台发言 请各位来宾期待接下来孩子们的演出 而男姐看着自己的女儿 单独一个人表演的时候心生骄傲 另一边的理事长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 于是给正在观看表演的乳英发送信息 决定坦白一切 然而乳英前往办公室的身影 却被内隐看到 与此同时丹妮也给乳英发去了信息 表示要解除委托关系 原来她除了为理事长办事 还是乳英的私家侦探 但这一切乳英却丝毫不知情 她连忙打电话给侦探想要问问清楚 却在转角的走廊里看到了拿着手机发呆的丹妮 随着电话的挂断 对方手机震动也随之结束 乳英不可思议地再次拨打了过去 这一刻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乳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私人侦探竟是儿子的老师 并且这个人还一直在暗中监视调查自己 乳英愤怒不已 当即放出狠话一定会让她进局子 就在她转身离开之时 整栋学校突然停电 乳英只能用手机照明 摸索着来到了办公室 可脚下却突然出现一具尸体 正是李市长 受到惊吓的乳英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不料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耐允看到 救护车很快地赶到学校 先前的财务总监埃利克斯一块陪同去到了医院 耐允问起他这么晚去到李市长的办公室干了什么 乳英说他是收到对方要见面的短信才过去的 乳英反问耐允又为什么要跟过来 耐允在医务室的窗外看到了他才跟过去的 而跟着的原因是他觉得乳英砸坏了他女儿的小提琴 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他干的 在这个学校又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讨厌他 故事要回到白天 当时男姐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够独奏找到了乳英 知道耐允是小三而且还生下的孩子 现在学校里面这样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作为抢了他老公的女人还和他做闺蜜 相信乳英不会放过他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男姐希望乳英能够支持他发动家委会将耐允以及载人赶出这个学校 然而乳英却拒绝了 他不想用自己法律顾问的身份进行私人恩怨 告诉身边的耐允 然后再说丹妮也趁着所有人不注意悄悄来到李市长的办公室 似乎要找着那个硬盘 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乳英突然闯了进来 丹妮只好解释自己落了东西 乳英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很是可疑 当然他也不想知道丹妮背后的故事 毕竟丹妮欺骗了他 以私家侦探的身份秘密监视着所有人 乳英希望即使他在坏也好 也不应该在这个学校继续欺骗其他的孩子们 离开是他最好的选择 乳英回到家 看了看李市长给他发来的短信 明明当时李市长要对他说出 他老公以及财团还有这所有一切真相的时候 对方就突然死亡 他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一次简单的事故 此时南姐还在餐厅开心地和孩子们庆祝着表演成功 秘书突然告诉他李市长在刚刚已经在医院去世 他大为震惊 发现尸体的人竟然就是乳英 还有件事就是乳英昨天听到了他和李市长的对话 南姐命令手下密切地监视警察的动向 而法医也对李市长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发现是死于心脏麻痹 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而刑警却在他的手指上发现了脱落的指甲 学校的理事会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 宣布李市长去世的消息 而先前的那个财务总监马上就顶替了李市长的位置 这一切都让丹妮新生怀疑 警察再次来到了学校进行了案发现场的调查 刑警也在沙发下面发现了一个女生的手镯 而在地毯上还有李市长的指甲 乳英作为这个学校的法律顾问协助警方的调查 刑警却觉得乳英的嫌疑最大 因为一年前 他的老公和他在同一艘游艇上离弃失踪 那个悬案至今未解 如今却再次碰上命案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乳英表示自己到达现场时对方已经没了呼吸 况且他也完全没有杀害李市长的理由 校方为了终止流言飞语召开了全体家长会议 乳英作为校方的法律顾问上台发言 表示李市长本身患有心脏病 而且死亡报告鉴定结果也是心脏麻痹导致猝死 所以希望各位家长不要以讹传讹 给学校造成不良的影响 处理完这所有的一切之后 乳英找到了体育老师 再过不久警察会对学校的每一个人进行调查 乳英没有把他欺骗自己的这件事情告诉警方 希望他好自为之 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丹妮终于开口 告诉乳英是李市长叫他调查的 对方想了解他是否知道丈夫相关的事 当然他也没有调查出什么 很抱歉这一段时间欺骗了他 画面转到财阀妈妈这边 他们此时开始纷纷地议论李市长离奇的死亡 车道英却在今天异常地冷漠 而且神情慌张不小心打破了红酒杯 并且对于自己小狼狗主厨的关心有些许的抗拒 原来他们这种关系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却发现这个男人似乎在外面有着其他的猫腻 当时他一路尾随 意外地看到的主厨竟然和李市长搞在了一块 现在李市长离奇的死亡 他怀疑这件事情和小男友有关 旁敲侧击开始提问 然而男友却说和李市长完全不熟 这让他更是心生畏惧 画面转到内隐这边 他此时看着自己的手机发着呆 原来李市长在临死之前 发过一条短信约他在办公室见面 所以当时他才看到汝英的时候跟了过去 并且见到了汝英和丹妮的争吵 然后学校就停电了 他本能地将李市长发给他的那条短信删除 然后拨通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想和对方谈一谈 葬礼上 男姐代表学生家长上台致辞 言语兼满是对已故之人的思念极惋惜 然而汝英却觉得李市长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不久前 他曾亲耳听到男姐与李市长在办公室发生激烈争吵 除此之外 汝英还调查到自己去世的老公与男姐并非简单的投资关系 甚至和学校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汝英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会调查清楚这一切 可随后警局的人却直接闯入教堂将汝英带走了 原来警方又掌握了新的证据 他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汝英遗落的手镯 并且在死者的指甲里发现了属于汝英的DNA 除此之外 还在酒杯里检测出了某种药物成分 此药是心脏病人的大剂 所以警方推断死者的酒水里被人偷偷加了药 心脏病发后与嫌疑人有过短暂的纠缠 汝英表示李市长昏迷期间突然苏醒过来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可这些在第一次接受审讯时汝英并没有交代 除此之外 汝英离开座位前往办公室 到李市长出事中间足足间隔了一个小时 那么这段时间汝英又在做什么呢 那是因为途中汝英和丹妮发生了争吵 这些丹妮和跟踪而来的内允都可以作证 可万万没想到内允竟在此事出面做了伪证 说他亲眼看到汝英与李市长发生了激烈争执 除此之外 他还告诉汝英 在他服刑期间乃至以后 乙灿都会由他来照顾 听到这汝英瞬间慌了 他立马拨通了丹妮的电话 因为能证明自己清白的 能帮助自己的也只有他了 而另一边警方进入汝英的住所 进行了全面排查 如果能找到酒杯残留的同款药物 那么汝英谋害李市长的罪名就算落实了 但是很遗憾什么也没找到 再加上内允的证词存在很多漏洞 所以警方不得不怀疑 他是因为私人恩怨故意做了伪证 最终汝英因为证据不足再次被无罪释放 他第一时间来到学校接儿子放学 不料再次遇到了内允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汝英直接撂下狠话 说自己一定会追究他的污蔑诽谤罪 美丽的星空下 汝英和儿子开心地弹琴唱歌 然而那位保洁阿姨却在楼下 偷偷注视着母子二人的一举一动 内允再次来到了监控室 他想知道女儿小提琴演奏的那一天 到底是谁进入到教室里面砸坏了小提琴 但是他却没想到 小提琴被砸不是任何人的陷害 而是自己的女儿做的 回到家内允开始问自己的女儿 如果他不想演奏 为什么要砸烂自己的小提琴 女儿很伤心 妈妈跟他说过他在演奏的时候父亲会出现 但是他已经听一掺说了爸爸不会来了 刑警还在调查李市长的死亡案件 他们查了所有的监控 在停电之前看到了汝英在走廊和丹妮发生争执 药物起效的时间至少30分钟 救护车接到报案的时间是7点45分 所以他现在很确定应该不是汝英杀了李市长 与此同时 警察已经找到了宴会当天关掉电闸的人 根据指纹 竟然就是车道英的主厨小男友 他们已经从主厨的通话记录 发现了他和李市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主厨只是说李市长心地很善良 在很多时候帮助了他 而他之所以关掉电闸 是因为当时车道英和他老公在一块过来看孩子的音乐会 并且在他面前疯狂地晒恩爱 这都让他十分地不爽 于是他搞了一个小破坏 但是警察觉得这个理由太扯 叫他老实交代 汝英这边突然接到以前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 前段时间他曾经答应帮忙处理过国外的客户 那个客人现在已经来到了冀州岛 并且还认识他 此时丹妮还在继续倾听着他们所有的谈话 晚上汝英单独来到了酒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开始自我介绍 说他就是汝英的老公以前会计法律代理人 事故当天助理受到安志龙嘱托 希望他的妻子能在一年后申请死亡证明 让汝英彻底从他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开始 然后给了汝英一个优盘 然而丹妮却在此事找了过来 让汝英千万不能相信那个男人说的话 因为之前他受理事长制托曾暗中调查过他 发现这家伙绝对不简单 但心烦意乱的汝英根本听不进去 回到家后他将优盘插入电脑 终于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得知丈夫跳海自杀都是为了自己和儿子不受牵连 汝英心中悲痛不已 最终他决定遵从丈夫的遗嘱在死亡证明上签字 然后带着儿子离开这里 回到首尔重新开始生活 可当天夜里却发生了一件不平静的事情 被雷声惊醒的以灿下楼找妈妈时 被一个黑影下的尸声尖叫 听到动静的汝英立马起身 来到了儿子身边 但客厅里却什么也没有 就在汝英准备带着儿子回房时 阳台玻璃突然碎裂 紧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母子二人顿时吓得不轻 待在原地不敢动弹 随后丹妮便冲了进来 原来她听到房间里有尖叫声以及玻璃破碎的声音 所以私自闯了进来 雨夜里 穿着雨衣的宝洁阿姨匆忙逃离现场 结果却被丹妮抓了个正着 随后就把人带到了保安室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发现宝洁阿姨确实出现在了汝英家附近 于是就被当作嫌疑人带回了警局 处理完这一切后 汝英和儿子找到一间民宿住了下来 但汝英却对身边的丹妮起了疑心 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自家楼下呢 丹妮支支吾吾的说睡不着 所以就在附近瞎晃悠 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汝英却突然发现儿子不会开口说话 经过一系列全身检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所以很可能是受到惊吓而导致的 为此汝英专门为儿子找了心理医生 同时还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而另一边被捕的宝洁阿姨 面对警察的审讯时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通过调查惊讶地发现 这个女人竟在20年前谋杀丈夫并纵火焚尸 被捕入狱后 年仅12岁的女儿离家出走音讯全无 看来大神也是个可怜人啊 第二天内云主动找到汝英 请求她放过那个阿姨 要说出于同情汝英自然不相信 不过最后还是撤销了对宝洁阿姨的控诉 而阿姨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玻璃不是她砸碎的 同时还奉劝汝英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因为有人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她 汝英本没有多想 直到这天老公的手机莫名丢失 盖下去的全家福被重新立了起来 汝英不得不怀疑家里有人进来过 于是当即查看了客厅的监控视频 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就在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一个黑影突然闪过 汝英顿时吓得捂住了嘴巴 可随后安保人员对房间里里外外进行仔细排查后 并没有发现外人闯入的痕迹 因为一旦有人强制开锁 必定会触发警报 随后汝英给丹妮打去电话 诉说自己遭遇的种种 然而丹妮却在此时主动坦白了 她在内部丢失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系统以及监听设备 毕竟在这之前 监视汝英就是她的工作 汝英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每次遭遇意外 她总能像超人一样及时出现 随后丹妮通过定位系统 查询到内部手机就在家里 于是汝英再次拨通了手机号码 隐约间仿佛听到电话铃声从墙壁中传了过来 丹妮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匆忙驾车赶了过来 通过一番查找 果然在书柜后面发现一道暗门 二人瞬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 这间密室里不光拥有豪宅内的全部监控 还有整座小岛的地形图 甚至被褥等生活用亭也配备齐全 也就是说汝英的全部隐私 都被这个人看得一清二楚 汝英愤怒地抄起椅子将显示平杂的吸碎 然后带着熟睡的儿子连夜搬到了丹妮家 但是这一夜注定无眠 第二天二人再次返回豪宅 找到专业的维修师 清除了房间内的全部监控 并用砖块堵上了密室的入口 物业经理对于思造密室的事情大为震惊 同时告诉汝英 在他入住之前只有他老公和内隐来过这里 于是汝英立马找到了内隐 质问这一切是不是他做的 对方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线索再次中断 直到这天 汝英无意间发现儿子画了一幅画 应该就是那个雨夜发生的事情 他赶忙询问儿子那个黑影到底是谁 以灿却什么也不肯说 殊不知儿子看到的黑影竟是他去世的爸爸 受到惊吓的以灿从那之后再也无法开口说话 每天上课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 为了安抚以灿的情绪 丹妮贴心地拿出一个哨子送给了他 说如果再遇到危险就吹响哨子 老师会立马出现在他身边 听到这 以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另一边 学校财务理事在家长会上直接宣布 奈允为新的理事长 在场所有人顿时唏嘘不已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为何能身居高位 这背后又是谁在掌控全局呢 汝英和内隐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但奈允丝毫不胆怯 甚至嚣张地表示要辞退汝英在学校法律顾问的职位 而且丈夫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 也将由他这个法定妻子偿还 奈允多多逼人的态度让汝英既愤怒又无奈 但其实除了汝英 南杰也对内隐担任理事长仪式感到非常不满 因为他平生最痛恨的 就是破坏别人婚姻的小三 于是主动约出学校财务总监 要求他跟自己统一战线 出售学校以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 不然就打电话举报彻查学校财务 遭到威胁的他只好乖乖妥协 与此同时 丹妮通过对装修公司不断地走访调查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据包公投回忆说 当初要求修建密室的是个男人 最终通过照片指认竟是学校财务总监 得知这一消息后 汝英立马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一个是老公的助理 一个是老公的秘密情人 或许他们二人早就联手 准备掌控这里的一切 于是丹妮决定主动出击 在奈允的就任仪式上动手 由汝英负责拖延时间 自己潜入财务总监办公室寻找证据 可万万没想到 计划刚进行到一半就被警察盯上了 原来丹妮在学校使用的身份造了假 所以被强制性带回警局做调查 途中丹妮假装给学生家长打电话 并巧妙地将办公室电子所密码告知了汝英 就在各位采访贵妇相互寒暄之时 汝英悄悄离场潜入了办公室 由此断定监视自己的一定是财务总监 可就在汝英把优盘拿到手准备离开之时 门外却传来了脚步声 无奈之下只好躲进了柜子里 通过二人的谈话汝英终于知道 当初在理事长酒杯下药的人就是财务总监 接下来他们还将转让学校解除财团危机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计划一步步进行着 可是等对面的男人开口说话时 汝英瞬间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通过缝隙 发现此人竟是自己去世已久的老公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人策划的一场阴谋 目的就是利用假死转移巨额资产 此刻汝英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 可是等他从房间里追出来的时候 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回到家后 汝英看着儿子的花作 也终于明白了那个黑影的意义 以灿在纸上写下一句话 爸爸回来了吗 面对儿子的询问 汝英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因为他知道 曾经那个深爱他们的男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警局中 利用假身份进入学校的丹尼 此刻遇上了更大的麻烦 因为警方在他家里搜到了一瓶毒药 竟然与理事长遇害时 酒杯残留的药物成分一致 汝英也对此震惊不已 但其实那药瓶是他从汝英家拿出来的 也就是说有人想栽赃陷害汝英 为了帮助丹尼洗清罪名 汝英再次进入了那个不满监控的密室 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随后立马将电话打给了财务总监 直接说出他监视自己 以及自己老公还活着的事 听到这财务总监震惊不已 汝英善意地提醒对方 他不过是安智龙的一颗棋子而已 所以最终结局也不会好到哪儿 但其实财务总监也不傻 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 随后汝英把监控视频提交给了警察 从财务总监把药瓶放进自己家 再到丹尼拿走药瓶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最后丹尼被无罪释放 而接下来就是将真正的杀人犯抓捕归案 殊不知此刻财务总监已经完成交易 拿着现金跑路了 好在丹尼提前在财务总监的车子下面 安装了追踪设备 最后成功将对方车子逼停在了路边 可等走上前后 才发现车子里的并不是财务总监 而是一名代价 很显然对方早就有所察觉 不过既然知道财务总监要跑路 那就肯定会去机场 但是很遗憾还是晚了一步 由于事发紧急没有逮捕令 警察被保安拦在了外面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 至于可悲的那语 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理事长 是渣男提前设计好的一场惊天大阴谋 目的就是让他以理事长的身份 在学校转让合同书上签字 只因为他深深地爱着那个男人 所以就无条件相信对方 看着如此执迷不误的傻女人 如荫也是满脸无奈 在完成资产转移后 男人给内云打去了电话 约他在老地方见面 得知马上就要见到心爱的男人 内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可就在他满心期待着与男人的重逢时 一辆卡车却朝他直直撞了过去 女人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不省人事 这就是心爱之人送给他的最后礼物 只要内云死掉了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无从查起 得知内云遭遇车祸 如荫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一同过来的还有那个神秘的宝洁阿姨 随后警方将内云在事故现场 留下的手机交给了如荫 恰好此时手机响起 不料竟是如荫老公打来的 很显然安智龙只是想确认 内云是否已经死亡 但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 可至于什么时候醒来还不好说 毕竟伤得太重了 看着这个遍体鳞伤的女人 如荫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 两人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从第一次在学校里相见 到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 再到一起风一起闹 最后发现对方小三的身份彻底决裂 虽然如荫非常痛恨老公的背叛 与内云的欺骗 可他们毕竟在香港领过证结过婚 在中国也算是一对合法夫妻 所以归根结底全都是渣男的错 他不断地鼓励内云一定要坚强 因为他们还要联手对付渣男呢 内云似乎听到了如荫的话 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随后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如荫兴兴奋不已 立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保洁阿姨 因为她知道 这个总是偷偷来医院 看望内云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殊不知 如荫前脚刚离开 一个男人就偷偷潜入了病房 此人正是如荫假死的老公安智龙 他冷漠地看着病床上 遍体鳞伤的内云 然后狠心地拔下了氧气管 一点点看着对方在痛苦的挣扎中 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 等如荫二人返回病房时 医生已经宣告了死亡 母亲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瞬间心痛到无法呼吸 只能一个劲地摇头 葬礼上 那云的女儿彻底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而如荫则选择收养了她 以灿也非常乐意 与才人姐姐一起生活 这或许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所有与安智龙有关联的人 一个一个都出了事 接下来男人又将魔爪伸向了如荫 下班回家的如荫 发现一辆车子堵住了去路 当他下车查看时 却被一个壮汉蒙住了眼睛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出现在大海上的一艘游艇上 而甲板上坐着的男人 正是他失踪一年之久的老公 他走上前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脸庞 但此时的如荫却十分抗拒 他不明白曾经那个深爱自己的男人 如荫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歹毒心狠手辣 安智龙表示这一切都是李市长的错 是他私自邀请乙灿来到冀州岛上学 才会惹出这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自己不过是将一切导向正轨 看着坏事做尽的丈夫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如荫觉得很不可思议 于是搬出儿子一灿 试图唤醒他最后的良知 能够主动去警局自首 但黄志龙却说一切都晚了 反而哄骗如荫 让他将学校资金汇到自己的乡党账户 这样他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像从前一样快乐生活 如荫自然不会答应 然而黄志龙却直接拿出了一把匕首 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杀了他 反正也不会有人猜到凶手是自己 毕竟他在一年前就已经死了 无奈之下乳因只好给银行打去了电话 在确认转账已经完成后 黄志龙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可他并没有按照约定将乳因送回岸上 而是趁其不备将乳因推进了大海里 可万万没想到 躲在船舱的宝洁阿姨却在此时出现偷袭了渣男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女儿也死于渣男之手 所以他一直在伺机报复 将乳因就上来之后 阿姨主动拿着带有血字的作案工具来到警局自首 可警方并没有扣押他 因为既没有尸体也没有受害者报案 所以仅仅是将凶器上的血迹进行了DNA检验 以确认是否来自乳因早已死去的老公 隔天警方在海边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 经过辨认并非安志龙 殊不知 此时的他已经非法入境回到香港了 并且准备取出账户内的全部钱款 可银行经理却告诉他 六个小时前 黄奈云本人已经将全部余额取走了 安志龙满脸不可置信 与此同时 乳因和丹妮一起来到机场接人 而那个人竟是车祸中去世的内雨 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个女人的计谋 看着袁佩与小三联手对付渣男 一旁的丹妮满脸震惊 他们先是取出了渣男账户中的十亿美金 然后带着所有赃款到警局报案 远在香港的渣男看着账户中的余额既愤怒又无奈 他给香港财阀打去电话 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硬邦邦的枪杆已经抵在了后背 对方只给了他一天时间 如果拿不到钱就只有死路一条 隔天正在上课的学生 突然发现门缝下面浓烟滚滚 老师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指挥孩子们有序撤离 可清点人数后才发现以灿不见了 老师立马返回教室 还是一无所获 只在地上找到了以灿的笔记本 随后如因收到老公短信 说孩子被他带走了 原来所谓的火灾不过是安志龙释放的烟雾弹 目的就是趁乱绑架自己的儿子 通过监控看到老公的身影后 如因立马慌了 就在他急得焦头乱额时 老公再次打来电话 用自己儿子来威胁如因 经过再三考虑 如因决定把那笔钱还给老公 毕竟儿子的生命安全最重要 随后如因按照要求独自一人进入游戏场 将不计名债券放在了无人售票厅 然后把电话打给老公询问儿子的位置 就在此时 一个玩偶熊恰好路过 告诉他上摩天轮 如因清楚地知道那是老公的声音 他也只能乖乖照做 就在摩天轮缓缓升空后 地面上的玩偶熊却冲着乳因开心的挥手 随后脱下玩偶服准备跑路 不料此时奈允突然出现 面前这个男人是他曾经最爱的人 可他却三番两次想置自己于死地 奈允只想听渣男一句真心话 渣男却对他没有丝毫愧疚之心 转身就要离开 奈允直接掏出匕首冲了上去 不料却被渣男反制 见此情形 埋伏在一旁的警察也冲了出来 安智龙却利用奈允做人质顺利逃脱 来到码头时游艇已经备好 他开心地吹着海风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不料船员直接掏出手枪解决掉了他 原来安智龙也不过是香港财阀的一颗棋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妻离子散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这也算是他坏事做尽的报应 故事的最后 乳因和奈允一起来到海边 将渣男送的同款戒指扔进了大海 而奈允也选择带着女儿回到了香港 故事也在这里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